半年后 以云深不知处为中心 突然天降祥瑞 整个修真界都看到了这番奇景 众人纷纷猜测起来 云深不知处有天才地宝出世了 但是看着不像 听说有听到小孩的哭声 因为有仙都 三大世家坐镇 众人不管如何好奇 都是不敢前去查看的 开玩笑 小命最重要 金莲真的化成了婴儿模样 当望线二人抱着小孩子 出现在蓝启仁和蓝西辰面前时 蓝启仁和蓝西辰 二连猛圈 这孩子哪来的 是蓝望鸡的私生子 还是魏无羡的私生子 一看蓝启仁和蓝西辰的眼神 蓝望鸡立马解释一句 叔父 兄长 这是我跟魏英的孩子 蓝启仁和蓝西辰 更迷茫了好吗 他们听到了什么 这是蓝望鸡 跟魏无羡的孩子 就问他俩谁生的 他俩谁有这本事 谁生的 蓝西辰尖难开口 还是问了一句 不是我们生的 魏无羡笑咪咪道 没想到 金莲真能自己生出个小孩来 而且还怪可爱的 蓝启仁心里松了口气 就说吧 两个大男人生什么孩子 那这是谁生的 蓝西辰又问了一遍 一看这孩子就是刚出生不久的样子 不会是这夫妇俩趁人产子虚弱之时 抢回来的吧 不得不说 蓝西辰脑洞有点大 就问有多少人上赶着给仙都福夫当儿子和女儿的 还用得着他们亲自动手去抢 怕是人家早就双手奉上了 没人生 魏无羡一本正经的摇摇头 他是靠灵力自己出生的 蓝启仁和蓝西辰对视一眼 他们听不懂 但很显然 之前的天降一向应该跟这孩子有关 无论如何 天降祥瑞都是好兆头 这个孩子未来应该是有大机缘之人 管他谁生的 自己生的也罢 反正现在是蓝家人了 魏无羡若是知道蓝启仁心中所想 一定会问 为何就是蓝家人了 为何不是为家人 再说 这孩子有一半血脉是他的 有他一半功劳的好吧 好好好 蓝启仁看到小婴儿的样子 跟蓝忘机小时候一模一样 心里更是乐开了花 没想到 蓝是下一代先出生的 竟是蓝忘机的孩子 真是没想到 蓝启仁以为蓝忘机这辈子 算是无子女缘分了 看着自己空空的双手 又看到笑得一脸褶子的蓝启仁 魏无羡看了一眼蓝忘机 无奈笑了 原来蓝启仁这么喜欢小孩子啊 蓝启仁已经抱着孩子走远 一边走 一边逗着怀里的小婴儿 蓝启仁连忙追了上去 叔父 你等等我 望线二人对视一眼 这就是所谓隔背亲 有了孙子 侄子什么的都没那么在意了是吧 魏无羡问系统 统啊 这次应该算是任务圆满结束了吧 魏无羡可真是被坑怕了 万一再来一个倒计时 他是真心招架不住 系统恩了一声 魏无羡突然问了一句 那你是不是也要离开了 系统奄奄的 谁说不是 任务结束 他可不就得离开了吗 说实话 在魏无羡身边待了这么久 系统有点不舍 魏无羡其实也有点不舍 毕竟系统虽然废了点 但是陪着他那么久时间 他都已经习惯了好吧 线线 其实只要你提要求 主神会答应你的 比如让我留在你身边 听了系统的话 魏无羡狐疑 搞得我是主神儿子似的 他听我的 他不坑我就算了 系统点头 主神真的会同意 毕竟魏无羡 可是这个世界的天命之子 好吧 魏无羡没抱太大希望 只是没想到 主神竟然真的同意了 让系统跟着魏无羡 魏无羡简直惊悚 这不会又是主神的什么坑吧 还是主神嫌弃系统 太废了 不想要回去 系统若知道 魏无羡如此嫌弃他 一定会哭死 十五年后 你们说先都夫妇家的孩子 是不是亲生的 你傻啊 光看那张脸 就知道是亲生的了 可是 他们不是都是男的 怎么生出孩子来的 这个我知道 听说是天上神仙赐福 直接赐了一个 有二人血脉的孩子 真的 假的 真的真的 这可是 我一个亲戚的亲戚的亲戚 在仙都府上做工 听说的 此时 望现二人的孩子 已经十五岁了 眉眼长得跟蓝望姬 真是如出一辙 那性子又跟魏无羡 十成十像 在云深不知处 有蓝启仁和蓝溪尘宠着 在骑山不夜天 有温潮和温若寒宠着 活脱脱一个小霸王 怕是只有再见到蓝望姬的时候 小霸王才会有所收敛 蓝战 你看 你都养出个混世魔王来了 长大以后还了得 魏无羡怒气冲冲道 蓝望姬心想 说得好像是他的错一样 哪次不是他要罚人打人的时候 总有人出来袒护 不是蓝启仁 蓝溪尘 就是温若寒 温潮 连魏无羡都一样 嘴上喊打喊杀 说什么要狠狠教训一顿 哪一次真的教训了 那怕是说给自己良心听的 蓝望基地无数次唉声叹气 不是他不管教 着实是拉后腿的人太多 他有心无力 幸好这孩子也只是表面上看着顽劣 其实在大是大非面前还是有自己底线的 比如他欺负人 只专挑那些二世祖 不干好事之人 对于穷苦百姓什么的 他倒是不会主动去欺负人 有时候还会把他自己的压岁钱 分给那些小乞丐们 正是因为如此 蓝望基才会睁只眼闭只眼 有人袒护时 他也就着泼下了 金子轩和江燕离的孩子名叫金灵 也差不多十五岁的样子 因为都是世家嫡系公子 而且又是同龄 很容易就被人拿来比较 金灵那才是真的仗势欺人 欺负弱小 不管是好人坏人 他看不顺眼都会欺负 爹 他们为何老拿我跟金灵那个废物做比较 蓝安安不服气 撅着个嘴 魏无羡想了想 给出了回答 大概他们觉得你也是废物 爹 你真讨厌 蓝安安气鼓鼓走了 这什么爹啊 人家不都说 父母看自己孩子都像快宝吗 为何他在他爹眼里是废物 果然 那些话都是骗人的 蓝忘机看着气成河豚的蓝安安 又听到不远处魏无羡的笑声 顿时明白了点什么 一定是魏无羡又在捉弄蓝安安了 也不知魏无羡哪里培养的爱好 老是爱捉弄儿子 看到儿子跳脚 魏无羡就心情舒畅 当然 这也仅限于他自己而已 若是换了旁人 他又会开始互独自 就真是印证了那句 自己儿子只能自己欺负是吧 别人不行 蓝忘机表示 他懂了 蓝忘机很无奈 一边是夫君 一边是儿子 他站哪边都不是 站这边得罪那边 站那边得罪这边 无论哪个 他都吃不消 有时候 蓝忘机就只好装瞎 装聋了 我没听到 我没看见 你们随意 魏无羡稳坐先都之位十五年 没人敢造此 毕竟那些凡事对他心生恶意之人 都会莫名其妙地死亡 时间久了 越传越邪护 说魏无羡有神仙护佑 不能心存歹意 要心里敬畏 魏无羡的先都地位 也因此更加固若金汤 在望羡二人治理下 修真界一片海燕和清 欣欣向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